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各位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嘉宾 李一平先生好 您好 您好 王先生好 各位网友好 我们大家知道 从最近的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和 像人大的建议书里边已经很清楚地表明 习近平当局除了在党内集权之外 还在国家这个城市上进行了一人集权 他要把主席制一直推到无限 他要打压民间抗争 阻止中国走向民主化 而且要俯辟文革 做他的皇帝梦的司马昭之心 已经是天下皆知了 现在国内有很多有识之士都形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阻止中国要北朝鲜化 要阻止习近平的中国皇帝梦 那我们是要寻求方法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方法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就像我第一讲里边 吴建民先生所说的 是国内有八十八个有识之士 和国内的民主力量的骨干 是委托搞一个全民共证的平台 我们今天请离平先生上来 其实就讨论了这个全民共证平台 它的很多的戏要 我们展开了讨论 凝聚反抗专制 总结传播的方法 协调反抗专制的行动 这是上顺天意 下边是和人心的正当其实 但是这个平台 这个受国内民运人士的委托的这个平台 该怎么样去工作呢 怎么样工作才有效呢 才有可操作性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请离平先生上来 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这个平台的工作的原理 和这个平台的机制 一平先生 好 那首先呢 我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误解 我们这个平台呀 并不是一个动员的平台 实际上呢 中国国内的抗争专制的力量啊 已经早就已经存在了 而且呢潜力非常的大 而且早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现在全国各地的啊 每一年的群体性事件 也就是对表达不满 表达民意 反抗现在社会不公的这样的事件呢 已经达到了20多万起到30万起 参与的人数呢 在2000万到3000万人之间 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一场抗争运动 这场运动啊 早就已经展开了 所以力量已经在那了 不要我们 不需要我们去动员 那么 为什么这这么大的抗争力量 至今未止 还没有能够冲破这个维稳体系呢 是因为啊 我们这些抗争呢 太分散 首先呢 是在时间上面分散 一年365天 天天都有抗争行动 此起彼伏 但是呢 分散了以后 力量就减弱了 其次呢 是在地域上的分散 960万平方公里 土地上面 到处都有抗争 那么地域上的分散呢 和加上时间上的分散 造成了每一个地区的 每一个群体的 每一个阶层的 它的抗争呢 力量都不大 那么寻不成 对这个体制的真正的冲击力 就像这个炸药一样 如果它的量小了 它虽然也爆炸了 但是呢 它只是一个鞭炮 它并不能够摧毁啊 专制体制的这个大厦 并不能摧毁啊 这个维稳体系 但是你如果把众多的鞭炮 集中在一起 你让它来爆炸 拿它的威力啊 就特别的强大了 所以说 这个平台 它的机制 原理 就是说尽量的 把各种分散的 在时间上面 空间上面呢 分散的抗争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协调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对众多项目的推广 让它集中到 一个时间 集中到少数的地点 让它们形成呢 对专制体制啊 具有冲击力的 具有爆炸性的 这样的一种力量 所以这就是它的机制 那么在维稳体系这一方呢 过去二三十年当中啊 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啊 非常精密的 行之有效的 这样一套方法 他们叫做网格化维稳体系 是 它是这个全方位的 它有监控体系 有天网系统 监控社会的 尤其是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 他们有一套整套的 这个维稳人员的班子 而且是立体型的 他们还有这个 操控 还有人工智能 能够这个群体反抗 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把这个所有 全国的这个抗争呢 分而自知 把全国分成 一个一个的网格 而每一个网格呢 他们都配备了 相应的维稳力量 去应付抗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作为民间抗争的这一方 那么就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想把我们分化 我们就一定要集中 所以呢 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平台 它的主要的任务 就是要集中民间的抗争力量 调动体制内的 有识之士 有志之士 让他们来配合 来测印 那么我们推出的 第一个行动的项目就是 把全国上半年的很多的 这些分散的抗争呢 让它集中到5月1号来发生 所以叫5月1号全民上街 全民共振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项目 那么地点呢 就是让这些分散的抗争呢 集中到省会城市的火车站 或者是中心广场 那么每一个省会城市啊 我们将来就要做一个列表 每一个城市我们都要跟它设定一个 大家聚集的地点 要不就是火车站 要不就是中心广场 希望我广大网友呢 继续跟进我们这一个节目 将来呢 我们的具体的地点呢 我们就会陆续公布 当然了调频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抗争行动啊 把它这个进行调频 调到一个频道上来 那么他们就会产生一个共振效应 那个共振效应呢 就会发出强大的威力 当然了 我们也是现实主义者啊 不会空想 我们不可能把全国两三千万的 所有的抗争 全部调到一个频道上来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把其中百分之十的抗争 能够调到同一个时间 少数的地点 那么就是两百万之规模的一个抗争 那这个冲击力啊 就会相当大 中共这个维稳体制啊 就几乎是没有办法来应付了 即使是我们只能够把其中的百分之一 调频 那也有二十万到三十万人 在全国各地 他的这个省会城市同时爆发 这个政治影响力 号召力就会非常的大 就会激发出全国各个阶层的 他们呢 同时来表达他们 对这个现政权的 对现状的不满 也就是说 那就是开始了一个全民抗争的一个起点 好 一鸣先生 你说到这个二三十万这个数值呢 我就挺注意的啊 中共的维稳力量如此的强大 为什么你说二十到三十万人上街就足以破局呢 请详细解答 中共呢 他这个维稳体系啊 他是非常的庞大 而不是非常的强大 好了 就像一个大坝 丹一辖大坝 那个坝呀 他是非常庞大的 但是呢 你在那个大坝上面呢 只要出现了一个漏洞 那么所有的这个洪水的压力啊 就会集中在那个漏洞上面了 让他迅速的扩大 最后造成整个大坝的这个坍塌 拿和冲毁 中共的这个维稳体制啊 实际上是跟这一个原理 虽然庞大 只要我们在其中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那么整个体系啊就会崩溃了 再说的具体一点 如果是在少数几个城市 三到五个城市实现了那一万人到十万人这样规模的这个抗争 同时呢 也有民间的这个政治团队介入这些抗争 能够把这些抗争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操作 能够把它呀迅速的扩大化 那么这个抗争呢就会成为真正的民族转型的手艺之战 手艺之战 像这个新海革命的武昌体力那样 对了 那怎么样怎么样把这个抗争呢 能够迅速的扩大 那我们将来呀还会做系列的节目 我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呢 你还没有详细展开的 除了人数之外 那你为什么选五一这个时间呢 选定这个时间呢 首先呢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考量 就是呢在上半年选定一个时间呢 大家都能够比较方便的参与的 那五一呢是长假期 同时呢有很多人呢 他选择在五一啊出行 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 所以出行的人非常的多 大家都不用请假 都不用耽误生计 所以说这个是个好时间 同时呢五一呢 他又是一个这个他是劳动节 所以比较适合这个劳动者啊 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 民工 中共所谓的低端人口 对 大部分的中国最讨厌这个政权的这种民众基础 对 那么因为有大量的人口出行啊 所以中共要想控制人流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们动员全国的所有的警力和军队啊 阻止老百姓出门 如果是达到那个规模 那可能呢他自己整个的阵营也就乱套了 好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省会城市呢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 全国抗争之所以到现在呀 还没有成功 就是因为太分散 如果我们选择乡 镇 县 甚至是地级市 嗯 那么都可能造成呢 每个地区参与的人数啊 不够多 嗯 因为抗争呢 这个专制体制 毕竟是一件风险有风险的事情 是 尤其是初期的时候 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时候 人的心里面的恐惧感就非常强 是 所以最初参与的人 不会太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尽量的 把这些勇敢者 让他们集中到一个地方 初具规模了之后 那么其他的普通的人 嗯 一看见 已经成功了 他们就会跟进 嗯 所以说呢 聚集人群 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 抗争规模的这个门槛 日子 非常重要 对了 所以 要集中到 啊 一个比较容易集中的地方啊 那么各省的省城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当然了 大家说为什么不去北京呢 就去首都呢 全国的人都去首都 那个规模不是很大吗 理论上说是如此 但是呢 实践上呢 是很难操作 第一个呢 是全国各地啊 如果是去北京的话 呃 有一些地方啊 路途遥远 这样就会 这个有一 阻碍了 一打扮的人呢 达到那个地方 其次呢 因为北京呢 是中共的巢穴 啊 所以他们的布防啊 是最严密的 他们的维稳体系啊 是阵容最强大的 嗯 那么我们选择省城 嗯 各个地方的 他的抗争人士啊 嗯 都容易到达 现在绝大部分地方啊 现在的这个交通条件啊 你去到当地的这个本省的省城呢 大概也就是在半天之内 是 就可以到达 是 同时呢 各省的省城 他的这个紧密配备啊 他的这个维稳体系的这个资源啊 是 都不如北京 是 那么强大 所以说呢 比较容易啊 啊 突破 好 你选择省城了啊 省城省会了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火车站和广场呢 我们呢 这个团队啊 接受国内的88名啊 这个有识之士 有知识是啊 他们的委托啊 来建立这个平台 大家是经过详细的商讨 详细的推验 很长时间的准备 来进行这一个项目的 所以很多细节啊 都是经过仔细的考量的啊 是 选择这个火车站 或者是啊 城市中心的广场 是考虑到这样几个因素啊 首次聚集 一定要大家容易到达的地方 容易到达 那什么地方最容易到达呢 无疑是各省省城的火车站 嗯 是最容易到达的 嗯 全省的各个地方的人 几乎都可以通过火车 通过这个坐火车到达那个地方 同时呢 大家还可以发现火车站附近呢 一定有一个公共汽车总站 嗯 绝大多数城市都是这样 大多数 所以说呢 即使是有一些人呢 不能坐火车到达 但是呢 他通过公共汽车到达了 然后再进入火车站 也是相当方便的 还有一个这个标准呢 就是啊 他不容易阻拦 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中共维稳力量再强大 他能在五一的那一天 把火车站呢 这个所有的火车都给停开了吗 他能把火车站全部封锁了 不让人流禁出吗 嗯 这也是不可能的任务 嗯 这是第二个啊 是第三个呢 是 撤退 也比较方便 一定要有一个退场的机制 进可攻 退可守 对 还有一个呢 你刚才说的非常好 进可攻退可守 攻攻哪里呢 人群聚集了之后 一定是要向最重要的 最具有政治指标意义的 那些战略要地 向内进发 哪些地方呢 省政府和电台电视台 嗯 所以很多省城的 他的火车站呢 都离这两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啊 是非常近的 一般的来说都是在一个小时 就是战略 这样的游行的 对了 游 通过这个步行一个小时 就可以到达这两个地点 嗯 那么火车站呢 有很多地方的火车站啊 他具有这样的一个地理上的优势 嗯 退呢 怎么退呢 如果这件事情啊 人群聚集的规模 在五一这一次啊 万一是不够 我们还要积累力量啊 保存实力 进行下一次的抗争 嗯 就是下一次是十一 那么我们就要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呢 通过火车站也是比较容易的 嗯 因为他没有办法来真正的切断了 这个人流啊 分死疏散 是 所以在进可攻退可守火车站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嗯 当然了 不是每一个省会城市的火车站呢 都具有这样的优势 嗯 那当然 对 有一些火车站 他可能建立的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那有一些火车站呢 他的这个周围的地理环境呢 不利于人口啊 他的聚集 嗯 那怎么办呢 每个城市都一定有一个啊 城市中心的广场 嗯 那广场呢 一般来说都是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 嗯 都是啊 各路这个公共交通啊 汇聚之地 公共交通的枢柳 所以人员聚集啊 也比较方便 嗯 同时呢 他也有政治指标意义 是 嗯 什么政治指标呢 就是说呢 那个地方啊 一般来说都是作为大型集会的地方 哦 是大家都知道的 一旦在那个地方聚集了 他的政治影响力 嗯 就会比较大的 嗯 同时呢 这个中心广场啊 也是离这两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 嗯 就是神政府和电台电视台 嗯 都是比较近的 嗯 所以 我们选择要不就是火车站 要不就是城市中心广场 嗯 做为民众抗争聚集的这个首发之地 嗯 对 从那个政治影响呃 那个扩散啊 那个快速啊 那个那个幅度大啊 这个角度来看呢 那个全民共振啊 这个共振这两次呢 是呃 关系到他 我们选择了他这个点 嗯 跟那个地点 嗯 是这个场所 嗯 是非常有关联的 嗯 因为你的 你的点 越是聚集点 越是选得好 这个共振 这个效果 就越好 嗯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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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先生 你是这个意思呢 所有的政治抗争 都是要考虑到 这个操作的细节 这就跟打仗一样的 嗯 要站之时日 之站之地 那才能够啊 取得胜利 是 所以这个时间和地点的选择 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刚才李平先生所说的呢 其实就是 两个 嗯 一切的 这个军体事件 最重要的 两个核心的 单词 一个是 时间 一个是空间 就 时和空 我们的这个平台掌握得好了 那么 这个 运动 就会 发展得 很健康 而且从一开始 它就是 有 爆炸性 有 这个新闻性 而且呢 有这个 共振的 符合这个 共振的 原理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解释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是李平先生跟我们详细的解释了这个平台的这个原理和他的这个机制和呢他目前呢要展开的这个要下对时间和空间都做了很精确很科学的分析 那么下面呢今后我们正在十大时期逐步的公布各个省聚集的地点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这个平台下一个推出的新闻和内容 好 谢谢各位网友 谢谢王先生 谢谢 谢谢李平先生 谢谢各位网友 谢谢各位的朋友 请你们继续关注